眼前明明是停車場 但怎麼裡頭擺了一張又一張的桌子 這就是停車場啊 姜母鴨怎麼可以盤到這邊 原來是一旁的姜母鴨店 一次生意太好 店內桌子不夠擺 店家竟然把桌子大啦啦擺到停車場內 這邊耶 好衣服喔 好誇張耶 怎麼會這樣 哇塞 太誇張了吧 不管是用餐還是送菜 只要跨過護欄 直接就從姜母鴨店進到停車場 民眾在外頭點餐 店員從裡頭端菜 仔細算一算 停車場竟然擺了十張桌子 簡直把停車場當成免費的店面 而且連店門口人行道也擺起桌子 比店內數量還多 業者面對詢問也低調不願多回應 不好意思 你的外面很好耶 謝謝 我今天把旁邊 外面旁邊的旁邊就沒有了 對啊 我現在旁邊都在 謝謝你 也六百 謝謝 因為不是每桌都有垃圾桶 有些餐具或垃圾還會掉到停車場上 製造髒亂 姜母鴨業者霸佔人行道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可處罰一千兩百元 至於佔用停車場部分 違法擺放的物品都必須移除 天氣冷 姜母鴨業者大發力士 卻因為貪小便宜 可能得吃上罰單 記得韓志慶皇宗與SG小組 台中報導